學測93這一個是一個拋物線的 那拋物線最常考的就是 到焦點等到準線 我們先把這個拋物線先畫出來 那這拋物線 要畫拋物線最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它的C是多少 尤其是我們要找準線的時候 那S平方等於4CY 這是一個最標準的上下型的拋物線 現在4C等於4 所以我們就知道C等於1 所以這個是叫F在這裡 那這條是準線 準線是Y等於-1 那今天想要算的是什麼 PF加上FQ 好 那重要的就是說 拋物線上這一點 這PF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把它轉彎 就轉成這一個倒準線 那FQ呢也可以轉成這一個倒準線 所以就變成PB'加上QQ' 就是變成這一段 再加上這一段 好 那這兩段 對 那我們接下來怎麼算這兩段的高度呢 好 那這兩個點是怎樣 這兩個點是跟這個粉紅線 這個Y等於A加2的焦點 所以如果知道這兩點的什麼 Y座標 然後再加上這裡 Y座標再加上這兩個E 就會是答案 好 所以我們就是要算這兩點的Y座標 好 這兩點是這一個跟這個的焦點 所以我們就把它解連例 就Y等於X加2 跟X平方等於4Y 好 那我們假設我們要算的那兩點 叫做Y1跟Y2 好 我們想要算Y1加Y2再加上2 好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Y1加Y2加2 好 那我們想要算這個 那我們就是怎樣 把X換掉 所以在這一個式子裡面呢 我們就把它稍微換掉 因為Y X就等於Y-2 所以我就得到Y-2的平方 會等於4Y 好 那Y平-4Y加4 然後再-4Y等於0 所以Y平-8Y加4等於0 好 那我們現在想要算的是Y1加Y2加2 你可以把Y解出來 它有根號 可以慢慢解 不過如果要快一點的話呢 我們利用根以係數 我們知道兩根核就是什麼呢 兩根核就是負的這個 好 像我意思說這負的一次項係數 所以負的負8 所以兩根核就是8 8加2就是10 好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10 好 當然如果你忘記跟你係數慢慢解 可以 解出來就是Y就會等於什麼呢 2A分之負B 你可以用公式解或怎樣 就可以解出來就是 2A分之負B加減根號 B平方減4AC 64再加上這個 64再減16 就變成是48的樣子 那一加一減 這一項也會不見 好 所以這樣子還是可以算出兩根 好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這一題的一個重點 所以重點就是說 你今天怎樣 你今天就是說 可以用那個 對 可以利用 到焦點等於照準線 這個轉換 尤其看到PF的時候 很常就是這樣的轉換 好 那第二個呢 要算這兩點的Y坐標 就是解連力 那而且要算Y坐標和 我們可以利用 更以係數來做